這是那個維氏的很有名的番茄刀 這個一把現在在網路上賣150塊 這支是它的牛排刀 這支大概是290左右 然後我們來比較看看喔 它稍微長一點點 稍微長一點點 然後把它手看起來是一樣的 然後刀背的厚度也差不多 然後最主要它是這個鋸齒 然後我們剛才稍微用一下覺得很好用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是我們自己手工做的麵包 這麵包呢 其實真的蠻難切的 然後有穴 然後這個的話我們吃吃看 我們可以試著這樣切下去麵包 你看我們可以切到這麼薄 切到這麼薄 真的很好用 它雖然很便宜但是非常好用 你看這麼薄 而且這個穴穴 如果說我們這自己做的麵包其實還蠻多穴穴 我們在切的時候我們可以看 麵包可以切很好切 可以這樣切下來 很簡單就把麵包削 你看每片都切這麼薄 其實這是 這是我沒有一般的刀子沒辦法 然後我們來試這個牛排刀 這個牛排刀的鋸齒 感覺是差不多啦 看起來 看起來鋸齒看起來差不多 看不出來有什麼不一樣 感覺好像尖一點點 它的鋸齒是尖一點點 對 它的鋸齒是尖一點點 然後 我再切 一樣非常好切 但是 使用上感覺沒有很大的差異 它可以切到這麼薄 你看 可以切這麼薄 使用上沒有很大的差異 這把感覺好像 那個 麵包刀 感覺會更輕一點點 但是 都很輕啦 然後 麵包刀是圓頭的 然後 這個牛排刀是尖的 如果你要切青菜什麼 尖頭可能會比較好用 那圓的話 相對應該是安全一點點 那如果兩把要挑的話 我覺得買這個傳統 這很經典的麵包刀就夠用了 不一定要買牛排刀 這個牛排刀 很好用 這些牛排刀就好